大家好,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的9月10号,中午1点25分 这个今天是周三吧 这两天呀,我看了一个老电影 应该是80年的,戴手铐的旅客 导演和男一号都是于洋 这个于洋呢,在这个片子里叫刘洁 他演了一个老的公安,老警察 然后在文革中受到所谓的迫害啊 你看啊,中国的电影啊,你得看他的名字 刘洁,就是要留下,留住这个杰出的人才 所以他不能死,是吧 里边呢,他扮演了,他是一个应该是军工系统吧 什么A1号燃料,应该是导弹原子弹的燃料吧 就是航天系统,军工系统啊 这种保密单位,他应该是那种单位内部的警察 啊,因为中国是这种企业单位办社会 你比如说铁路,铁路就有公安局 民航就有公安局,是吧 森林就有公安局 啊,方方面面都有公安局 他各方面的控制整个社会 他是一个无缝对接,不留缝隙的 严严实实的,要把这社会控制起来 这么一个国家 其实呢,换一种表述方式 就叫警察国家 似乎也不完全不是事实啊 就是事实 所以呢,他叫刘杰 他盯上了一个谁呢 盯上了一个潜伏特务 叫苏哲 看这名字了吗 苏哲 苏联 哲 哲,取哲 藏起来了 给自己哲叠起来了 叫苏哲啊 然后还有一个 部长 啊,好像是公安部的 或者说是 这个单位的 这个警戒高层的 主管公安的 叫高部长 啊,高吗 高大 啊,权力高 地位高 威望高 文革就给整死了啊 副部长 是当权派 叫葛副部长 是葛优他爹 啊,葛存壮眼的 葛副部长 那就犯葛呗 递葛 递牙 是吧 这个葛 就代表着这人 有人说啊 这人比较葛 北京有这话啊 说这个人比较葛 就是比较的事 比较的特殊 比较的子扭啊 不服管 反正就 就这么个人 啊,反正就是当权派吧 就是跟这个造反派 结合的比较好 所谓三结合的那种人 反正留下来了 是吧 留下来的人 没有被打倒 没有被杀 没有被自杀的那一类人 还有一个小菜名 菜名大家都知道啊 菜名每年上春晚 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斗乐 然后菜名演了一个小孩 啊,在这个西双版纳 这个农场里的一个插队 小知青 然后在火车上 他跟这个刘洁 鱼洋演的这个刘洁 俩人趴在厕所里 厕所的顶棚上面藏着 这小孩是不想买票 刘洁是躲避追杀 是吧 这个电影呢 就是 也还行 属于反思文学 反省文学 伤痕文学的一部分 啊,反正在这个电影 刚开始没几分钟 这个在这个电视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就跟文革 和今天的内蒙古发生的事 有关系 那个地图上 很多人不知道吧 没注意可能 大概四分多钟 五分多钟的时候 有个地图 那个地图上 内蒙古只剩下中间一小段了 为什么呢 文革这个整内人党 那个有一个大的环境 大的背景是什么 当时中苏关系 中蒙关系都紧张 苏联要进攻 然后内蒙古的蒙古人呢 他们心又向着蒙古国 所以为了顺应这个局势 把呼伦贝尔这一带 就给了黑龙江 然后把通辽和赤峰 哲里木和赵乌达这一带 就给了吉林了 然后这是东边 西边 然后有一部分 这个俄基纳 俄基纳这一带 就给了宁夏 阿拉善这一带 就给了甘肃 所以是黑龙江 吉林 可能有没有辽宁的 可能没有辽宁 然后黑龙江 吉林 宁夏和甘肃 把这个内蒙古的版图 给占去了三分之二 就中央出一个命令 国务院的命令 因为要整个把内蒙古 要撤销的话 要经过全国人大 当时这个毛泽东 周恩来有一个想法 就整个把内蒙古自治区 要撤销 但是撤销一个省级的行政区 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当时文革 全国人大常委会 已经被打倒了 已经没法运作了 很多全国人大常委 自杀的自杀 打死的打死 关押的关押 牢放的牢放 他已经组织不起来了 所以瘫痪状态 当时的公检法 全国都瘫痪了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以没办法 退而求其次 内蒙古自治区暂时保留 但是把他的东部和西部 全给划到了一些省 黑龙江 吉林 宁夏和甘肃 然后只留了中间这一小段 甚至文革后恢复内蒙古自治区 原来的版图的时候 又造成了一些和黑龙江和吉林 和宁夏和甘肃的一些矛盾 不想完全还给内蒙 就是比如说加格达奇 加格达奇 加格达奇现在就归黑龙江 管那个牌照 我前年到那住了几天 牌照是黑龙江的 但是地盘就是内蒙的 而且造成现在甘肃的民秦县 和内蒙古的阿拉善 是左旗是右旗 到现在画界上还有一些矛盾 但是有矛盾就对了 就让你各省之间有矛盾 这样的话便于中央好操控你们 对吧 你们要没矛盾 那你们不就对着中央来了吗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我有印象的 我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啊 那个地图 还有就是刘洁 后来他逃跑了 给他下了一个套 这个苏哲呢 把他自己的爱人吧 是叫小皇儿 叫小什么 一个女同志给杀了 然后他盗走了 那个所谓的A1号燃料 然后他嫁祸是刘洁 当时刘洁已经被从公安给扫地出门 让他打扫卫生了 说他现行反革命之类的啊 结果呢 这刘洁一看 这要害自己啊 就得跑啊 不跑就没命了 是吧 就像那个王立军 虽然王立军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王立军要是不跑 绝对就没命了 对不对啊 这个共产党 他们内部整自己人是狠着呢啊 绝对下狠手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葛副部长听到报案了 说是刘洁啊 杀了那个苏哲的媳妇 然后呢 就要追他 这苏哲呢 正好借着机会 要把这个A1号燃料啊 所谓的A1号燃料 带到国外去 要出境 所以他说我去抓这个刘洁 然后刘洁又反过来 又抓他 要跟踪他 坐在一辆火车上啊 有个火车站叫什么洛西站 这里边又有一些问题 大家要想了解 尤其年轻的啊 要想了解文革 就看看这电影 戴手铐的旅客 是吧 街上到处是穿绿军装的 戴红姑的红卫兵 然后红卫兵随便抓人 有一个细节 这个刘洁跟踪这个苏哲 这苏哲在这个洛西站 下了火车之后 他跟一个所谓的女特务 街头 到了一个佛教的一个石窟 啊 里边很多佛像 然后呢 刘洁追踪到这时候呢 那个女的勾来了一大堆的造反派 把刘洁给打蒙了 拿大棍子 打蒙之后呢 就把刘洁说他死了 认为他死了 就要到火葬场去烧他 这个火葬场有个烧死人的老头 那老头也是个老演员啊 我现在不记他名字了 然后这当中 那老头就口中念念有词 说那些人死的都冤 其实很多都被造反派打死的人 特别多 文革期间 没有经过审判 就是老百姓打老百姓 造反派打所谓的走资派 保皇派 或者群众之间的武斗 这种打死人 包括66年毛泽东鼓动红月兵 红八月 红月兵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住在哪 地址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给的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夫智 让这些公安局提供名单 提供具体地址给红月兵 利用这些小孩去抄家 当然红月兵初期的红月兵就是高干子弟 干部子弟 军人子弟 他们认为打死这些人活该 江山是我们打的 没想到毛泽东这后边 螳螂 朴蝉 黄雀在后 整完了那些人 接着整你们的爹 整你们的妈 谁也不得好 有人说毛泽东就是他大儿子死了之后 他就更疯狂了 是吧 反正他没有后代了吗 是吧 第二个儿子是个傻子 第三个儿子丢了 对吧 有人说毛泽东就疯了 本来他是想当皇帝 他要恕太子 是吧 就跟朝鲜差不多嘛 他没了儿子之后 没有了接班人之后 他就疯了 更加疯狂 但实际上他本人也非常疯狂 没有这些事之前 什么延安整风 延安审干 什么干男事变 AB团 对不对 所以那文革 你要了解文革 就可以看戴手铐的旅客 而且很多人就在火葬场 就那么烧死了 对吧 可以访问访问文革期间 北京火葬场的老职工 到底死了多少人 对不对 然后 但是刘杰 没等烧他 他醒过来了 给老头吓坏了 老头还不错 给他弄点吃的 让他在那休息 洗把脸 他就跑了 后来呢 老头又找一个叫老王 叫王丰年吧 叫王多年呀 他的老战友 然后是谁演的呢 赵紫月 赵紫月山西人 老演员 我见过一次 在鸡水潭医院 大概在96年97年的时候 见过那老头 被轮椅推着 他的孙子推着他 也去看病什么的 赵紫月演的一个老公安局局长 也是被造反派逼 然后呢 就想跳 跳河自杀 从一个大桥上 后来被这个刘杰 余扬演的 发现又不让他死 还让他活着啊 就这么个故事吧 反正是吧 你要了解文革 了解内蒙古的惨 就是个中央 或者说汉人 对蒙古人的这个不信任 甚至内人党 杀了好几万蒙古人 你就看这部电影 你就看那个 三四分钟的时候 有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证明这电影啊 真 证明这电影真 刚才我看了文昭 文昭的节目啊 我也不是老看他节目 偶尔一看 然后在三分多钟的时候 文昭做了一个 呃 他说最近有一部分人 给中央啊 就是给这个一尊啊 给这个金上 写了一封公开信 是韩联朝 其中这个 他们写的要求取消 这个推广汉语的这个 在内蒙古引起纷争的这个政策 他说其中有一个是 马文瑞的女儿 叫马小丽 但是我看的照片 好像不是马小丽 那个照片应该是 罗瑞卿的一堆子女 其中一个 叫罗点点 可能那个不是马小丽 他可能弄的不对啊 当然了 就是谁都有错 我说的也不一定 百分之百都对 是吧 就聊这么一段吧 然后苏哲 我看啊 刘洁 高部长 还有一个叫张强的 对 张强 是一个公安局里边 不错的警察 他呢 呃 鱼洋眼的刘洁驰的老师 张强 年轻警察 什么叫张强呢 彰显了社会主义的 警察的强大 是吧 这名都有讲 就像那个潜伏里边 那些人 左蓝 左派 潜伏在国民党里边 国民党是蓝 叫左蓝 啊 还有叫翠平的吧 还有叫什么来着 那孙洪磊眼的叫什么名 他们的名字都有讲究 我过去专门在我的博客上 做个文章 好了 就讲到这 请大家订阅侃爷 谢谢